刘嘉玲秀超大钻戒 仙气玉手网友经呆了52岁刘嘉玲尽管与梁朝伟结婚已10年 仍旧保有优雅形象 喜爱品酒的他时期在微博曝光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他优雅地喝着香槟 甚至还曝光手里的超大戒指 仙气玉手还意外曝光 许多网友还打赞他的手好高贵 气场两米八 太好看了 好美好优雅 手控爆炸 提醒您 禁止酒驾 饮酒过量友爱健康不满被朝四大妈 宾棋布晒健身片平反现年39岁的日本天后宾棋布 县正忙于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出道20周年 但却因大妈身形再度话题 日前 布姐在Instagram上载洛丽健身的短片 为自己平反 另一方面 布姐因经常在网上失言 惹来网友留言批评 故她最近已关闭了社交网的留言功能 不过 近日有歌迷在其恩师间 Avix社长松浦圣人的Twitter留言 投诉布姐的演唱会内容已成不变 换声多过唱歌 演唱时又表现失准 兼打扮过时 希望松浦圣人做出提醒 而松浦圣人亦回应网民会向布姐反映梅艳芳爱北痴迷 为西城秀术解除婚约 梅艳芳与西城秀术接受访K100期间 梅艳芳一直望时西城秀术 曾与亚洲宏集一时的日本歌手西城秀术 八、九十年代与已孤香港歌手梅艳芳、张国荣等忍熟 梅艳芳更自小失西城秀术为偶像 未入行前更曾任对方歌迷会副会长 十七岁时梅艳芳已订婚 但由于太痴迷西城秀术 另未婚夫无法忍受 最终戒除婚约 之后梅艳芳加入娱乐圈 与西城秀术中有合作机会 并曾与日本举行的亚洲青年音乐会中合唱 并传出绯闻 2003年梅艳芳病逝 西城秀术悲痛不已 更亲自写道文悼念故有 旨意指示对方为亲妹妹 西城秀术心脏衰竭离世 中年63岁日本男歌手西城秀术 因心脏衰竭于昨日日本时间 晚上11时53分于横滨市的医院离世 中年63岁 他于4月25日于家中晕倒送院 最终返魂伐术 其家人将为他于本月25日 在东京青山藏蚁所摄灵 26日出殡 西城秀术于70年代走红 当年凭住一曲 YAMMANYMCA 风靡日本及亚洲各地 但近年健康麻麻 2003及2011年经历两度中风后 留下后遗症 导致又本身麻痹 虽然行动不便 但西城秀术依然毛放弃歌唱事业 去年10月曾开扫及推出DVD 纪念七初到45周年 首个偶像病逝 苏永康激赞西城秀术出色 日本男歌手西城秀术因病离世 中年63岁 歌手苏永康对西城秀术的死讯感到惋惜 他向东王表示 其实习取第二次中风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因为一家网上平台发达 我喜网上帝曲前年60岁 在同歌迷在居凯最后一张唱片 我有特登飞去日本买 虽然我有心理准备 但我都无开心 因为西城秀术1978年第一次离香港 曲应该戏我生命中第一个偶像 鸡赞西城秀术出乡苏永康去说 如果大家第一番好多曲过去开演出 传统所有艺人应有楷声色异 曲都有 曲原本系一个鼓手 曲打鼓好了 曲已都自创作一个表演风格出离 影响当代好多歌手手 可惜曲习48岁凯一次中风 中风习十年内好容易第二次再发 珍惜好不幸 数年后 曲再发第二次 之后习往上帝翻曲以前唱歌好声猛 后背已经要问邓里唱歌 所以好唏嘘 我又递过曲凯访问 中风之后曲说话都讲舞蹈 条例都讲舞蹈也 靠取一堆宰女精神支撑曲去慢慢学翻 奇迹的起翻席度唱歌 好可惜有病发 抱着两次血管都应该问题好大 所以我有心理准备 好无愿望去接受那个事实 你地区同期开歌唱首相玉美非常之健康 健康系好重要 西城秀属习若新住面戏代表驻七十年尾 八十年代出日本已能借一个最top 曾经最红一个歌手 一戏第一个习北京可以开演唱会 开日本歌手 曲座做好多日本歌手毛做过开也 第一个冲出日本离香港开歌手 梅艳芳牵线时西城秀属苏永康在表示 我平时讲野毛含杂乱 那个感受好难形容 一家我唯一希望曲凯太太同两个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 家人节哀 我同曲只有一面之缘 我习曲面前胆敢唱当年凯careless whispers 因为没姐 没燕芳 叫 唱完之后去航上台送做一支烟壁我 但我无食烟 本来想keep住 但逼个朋友时作 我中闹做个朋友一餐 各个朋友都无习度走昨天 所以生命系好脆弱 好多也无细腻掌握之中 大家都要活在当下 接受那个事实 永远怀念我开偶像西城秀属 西城离香港玩 没姐带徐出去扑 特登叫买我 徐第一次习伊丽莎博体育馆开手 我前作几星期零用钱买作张150美元第一行凯飞 当年中未有新秀歌唱大赛 因为没姐个样好艺人 之后到没姐参赛凯时后 我中任的曲细西城开歌迷 我第一段婚姻失败开始后中注席潜水湾 没姐试过半夜入离潜水湾同我星期 星期开始后 我弟都中戏听进西城阁 蔡乙杰网上悼念苏永康旭在社交网悼念对方 我省大部分人都无知相众人编歌 曲细我生命中第一个偶像 一个真正深色艺剧全凯表演艺术家 他在舞台上的一切仍然深深影响住现在的我 他不需再受苦了 我永远记住他最灿烂的一面 永恒的西城秀树先生 请安息 另外 曹蒙成员蔡乙杰亦在网上发文导念西城秀树 指对方是赤扎一时的实力派偶像歌手 望对方能安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声 感谢观看